引发全美甚至全球黑人平权运动的美国非裔男子弗洛伊德命案 事隔将近一年之后 明尼亚波利斯市政府今天和弗洛伊德家属达成协议 以2700万美元大约马币1亿1118万定级和解 俄罗伊德去年5月因为涉嫌伪造钞票废斧 过程中白人警员绍文以膝盖跪压弗洛伊德的景象长达8分钟 最终导致弗洛伊德死亡 法医断定弗洛伊德死于谋杀 绍文和另外三名涉案警员分别被控谋杀以及协助谋杀罪名 案件还处于审前司法程序